记者陈凤利南投报道,最有力地区高中的大学入学管道繁星计划将在本月14日放榜,南投县各高中在本周陆续让学生就想选填的校系撕榜,中心高中建议学生不要去就无法填到理想校系可考量个人申请,既大副中则建议再参考繁星录取百分比,学测成绩还不错的,有争取二轮上榜的机会。 排序第一的同学请上台,国立中心高中今天一日进行繁星推荐校内模拟私榜,高三学生一校内排名综合学课分数后的新排序一序上台私榜,每人只有二分钟可选择校系,气氛十分紧张,各班导师都在台下紧盯,以免学生撕错榜。 校长王延黄表示,学生模拟私榜应该就确定志愿,但明天才正式私榜,有的学生仍会有变数。 今天完成私榜的既大副中,有两名学生当场放弃繁星管道,原来是因理想校系被别人私榜了,决定改用个人申请管道。 中心高中教务处建议,还没有私榜的学生,万一理想校系被别人选走,不要退而求其次,可改用个人申请管道。 季大副中校长张正彦也说,今年繁星计划共有68所大学1807学系,提供16993个入学名额。 名额虽比去年略减,但明星大学都有提供名额,对社区高中颇为有利,学测成绩还不错,加上在校排名百分比很前面的学。 生在了解今年的繁星校系录取名额和百分比后可争取二轮上榜机会。